艰难时刻 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纷纷向习近平主席发来了慰问电 打来了暖心的电话 阿蒙秘书长盖特致函王毅国委员兼外长表示支持 阿蒙卫生部长理事会53次会议和第153次阿蒙外长理事会 都通过声明决议支持中国的抗议努力 阿拉伯国家向中方捐赠了1000多万只口罩 还有仅需的医疗物资 阿拉伯民众自发的拍视频 发歌曲 为中国鼓舞 交友 这些善行与举 让14亿中国人民深为感动 我也要说中方对阿拉伯国家遭受疫情同样感同身受 率先行动 参与对阿拉伯国家的抗议的支持 习近平主席先后通多位阿拉伯国家领导人通电话 自信喊 表达守望相助 共科实践的坚定信念 中国向阿拉伯国家提供了1000多万份检测试剂 1800多万只口罩 毫无保留地向阿拉伯国家提供 疫情整治 防控方案和诊疗的经验 向8个阿拉伯国家派出了医疗队 与阿方举办了40多次的视频会议 同阿联酋 埃及 摩洛哥开展了疫情和疫苗合作 都进展得十分的顺利 中方已经向阿蒙提供了两批医疗物资的援助 包括20万只普通口罩 9000只N95口罩 第二批物资包括13万只N95口罩 中方今天也非常荣幸向阿蒙提供疫苗支持 阿蒙提供 阿蒙提供疫苗合作出了医疗物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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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美国哈瓒的HraBiye 我认识是一个 有两位 几万万万万万的 纳1995, 我是一个圣经, 12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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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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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 准备推달 向全世界庄重宣誓 中国疫苗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 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 和可负担心 做出中国的贡献 中方言出必行 我们向世卫组织提供了 一千多万剂的中国的国产疫苗 而且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紧急使用 中方已经向53个提出要求的发展中国家 提供了疫苗的援助 已经和正在向22个国家出口疫苗 我想说的是 中阿携手抗疫的实际行动再次证明 无论国际风营怎么变换 中阿始终是团结合作 共克时间的真朋友 合作共赢 共同发展的好兄弟 开放包容文明互建的好伙伴 双方的抗疫合纵 带动了中阿战略伙伴关系的升级 中阿关系以鲜明的稳定性 面对各种不确定性 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 和男男合作的样板 可以简要一点 我爱一段 搞的阿卡的 广告 带动了